像撞到封牆一樣 最後8公里了 真的快騎不動了 19% 嗨大家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要來一段特別的路線 我們即將在這禮拜開賽前的全運會 來體驗一下 這次全運會的公路車 也就是男子主要騎乘的路線 我看的地圖我覺得非常有挑戰 因為全長大概130幾公里 而且要爬不少座山 那時間也不早 而且現在正中午 那我們就趕緊出發吧 GO GO 我們現在出發第一段的路線 是要往淡水方向騎回去 然後預計到 應該是北新路吧 然後切到山裡面的路線 然後再出來 所以我們第一段現在算是順風的狀態 也算是搭配一些上上下下的小丘陵路段 繼續出發 GO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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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為一開始就上上下下 然後都是秋林地 雖然說順風 但是有時候那個側風 沒有房子的時候還蠻大的 所以我覺得 一開始難度就很高 一開始就爆心跳 對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騎了15公里 然後待會就要從台二線離開 然後切到山路裡面 往北新路出發 然後中間它是砍山路進去 那那條路線 因為是我外婆家 所以我有去過 幾乎也是一路上上下下 Go Go 這邊我以前到現在都只有 回阿嬤街的時候會走這條 但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騎腳踏過 但是以前開車的時候 就記得這邊一路都是上坡 第一次騎真的 沒有很輕鬆耶 平均坡度都大概在 5%左右 一路的緩上 而且現在的氣候剛好是逆風 所以有點辛苦 我們目前已經騎成了一個小時 現在的距離才25公里 等於平均時數沒有到30公里 但因為前面秋林後 就一路都是這種小山坡了 所以我覺得有點 不是人騎的路線阿 果然是非常高強度等級的全運會路線 繼續挑戰 好 我們剛從北海浮沫一路下滑到這邊 幾乎整段都下坡還滿爽的 因為前面其實滿辛苦的都上坡 然後現在回到台二線 等一下準備前往就是萬里隧道 剛一路騎直騎往淡水方向都順風 但現在要往回騎乘到萬里方向 就變成是逆風 所以待會應該會比較辛苦一點 那等一下到萬里隧道折返之後 應該就會騎回來到白沙灣 沒關係等一下再看 現在下一個目標 萬里隧道 我們現在已經騎到石門了 這段過程當中真的是很逆風耶 就是風超大 然後平均速度有稍微比較降低一點 都大概在25到28 因為要再加快其實瓦數就會太高 所以有點辛苦 繼續加油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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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ut好看 好棒 夠了 The journey waiting to start Imagine us going far Cause they couldn't change that, my love Life has only begun Our feet were fashioned to run Oh, and we'll go farther than we've been The journey waiting to start Imagine us going far Oh, and we'll go Farther than we've been Ever before Oh, are you keeping me at the chance? 現在已經是騎乘了兩個小時 目前騎乘距離是49.8公里 算騎乘起來啊 真的是速度感完全消失 大概只剩下時速20到25左右 因為風太大了 然後你想要騎快一點 就很像撞到風牆一樣 速度完全待不起來 所以這一段 到時候選手在比賽的時候 應該很辛苦 如果在前面掌風的啊 真的是撞風牆 我可以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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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出隧道了 那出隧道之後他要右轉上御田路 然後繞山路一小段回去 我現在看馬表爬坡大概是1.5公里 那平均上升是60公尺 所以大概是4%左右的坡 稍微緩和一下 笑有點痠啦 現在準備是這邊最東邊的回程了 接下來準備往上之後原路遮板 好啦 那你知道怎麼花最好養嗎 就是菊花 為什麼 現在回程呢 那個風向稍微比較順風 所以騎起來我覺得比來的時候輕鬆一點點 但還是側風蠻大的 加油最後一段了 要折返回去 我們已經騎了71公里多 現在回到金山小崎 我們剛剛已經經過萬里隧道那一段 然後繞回來 等一下回程就是到 石梅 老梅石潮 老梅石潮那邊 然後就準備上山了 這整段路線我覺得超級有挑戰 尤其是去塵幾乎都是逆風的狀態 然後逆風完準備給你順風 又開始爬坡 我腿現在雙腿抖到不行 先休息吃一下午餐 我剛剛吃了一個糊丁 然後一個燕麥 現在開始吃補忌品 等一下繼續出發 我們剛剛騎了16公里 現在從老梅路左轉進來 這邊是準備接到台子午線 然後到今天的終點 也就是北極電征武功吧 最後10公里的上坡 出發 第一個上坡來了 前面2K大概都是2到5% 2到5%的緩坡 我覺得剛剛那段就有點 會是像那種溫水煮青蛙的感覺 你會不知不覺的 腿就已經進入快爆掉的狀態 所以這一段蠻有挑戰的 最後8公里 我的腳已經腫起來了 整個水腫 現在兩隻大腿都酸到不行 整個是硬掉的狀態 用力就 一下就會沒力的感覺 腿的恢復狀態已經 下不如前了 目前已經累積了90K 最後8公里了 這個坡 9% 又來個9%的坡 真的快騎不動啦 不用走的都可以跟上我 我已經不行了 還有 看地圖應該是剩6公里 最後的10公里 這個挑戰太硬了啦 加油 你聽說要吧 就會且我反過 跑... 還比反過 對 hè 出動 打死 打死 19% 這裡是終點嗎?我已經看到大門了 真無保殿的大門 抵達終點 YA 我們到我們今天的終點了 北新正無保殿 真的好辛苦 我們今天總共騎了98公里 那今天的路線呢 其實從白沙灣出發之後 往淡水方向前進 這一段我覺得算是小小的順風 但是其實是因為丘陵地的關係 腳真的覺得非常的疲勞 然後一路騎到北新路之後左轉 上山之後還是非常的辛苦 那騎到北海輔助之後開始下滑 才稍微可以休息 那一路我們就下滑到山姿的小騎 稍微吃個東西 就繼續往萬里前進 那到萬里這一段真的是 好辛苦 從而到尾風超級大 然後你就只能自己這樣 很努力很努力的踩 那時速都一直保持在 25 30左右就已經非常辛苦了 真的是這一段來講 是我覺得全程當中 算是比較辛苦的一段 因為距離也長 然後騎的風也很大 那到萬里隧道之後 出隧道之後我們是右轉 上一個叫做 玉田路 玉田路這邊就繞一個小圈 然後它是繞到龜喉魚港那附近 那龜喉魚港那附近 就是比較四區的那一段 然後再從另外一個隧道 切出來台二線 就是一個完整的這樣繞圈折返回來 然後就回程 然後回程我們就一路騎到了老梅 從老梅路這邊左轉上台15 直接上到這邊 也就是今天的終點 那其實以全運會的路線啊 他們其實是還要從 老梅這邊到往前一點 在十八王宮的宏家肉中 再折返 然後到中角灣騎第二趟的 這個北海岸這條路線 那因為我們想說我們的實力啊 比較弱 所以我們第二段就不騎了 直接上山 上山這段更是不得了 只有十公里的路段啊 大概前面三四公里 還算是大概和緩的 大概四到八趴的坡 最後這三四公里 這個坡都是15到20趴起跳的 難怪那時候阿凱也跟我分享說 後面的坡真的有點可怕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一路 牽著車走路上來 還有我們今天的總時間 總共騎了四個小時 那我們少騎的選手 大概是接近四十公里的那一段路 所以如果加上四十公里 可能還要加一個半小時左右的時間 我們今天總成績可能會是五個半小時 所以其實選手騎乘的速度 應該會快我非常多 那這禮拜三 也就是他們要比賽的日子 所以我們到時候就來看一下 如果他們在騎乘這一整段 難度路線當中 總理程是130多公里的情況 他們的成績到底是如何吧 那如果你有空 也歡迎到北海岸 一起來跟我們共襄勝舉 看選手發揮喔 當然前提是不要影響到 選手比賽最重要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全運會路線的分享 就到這邊啦 我是你的嘉楊哲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影片的部份